江蘇省如東縣是中國大陸人口老化最嚴重的縣份 60歲以上人口比重為29.26% 達到28萬人 陸媒意測今天的如東縣可能是未來中國大陸的縮影 北京時間28號晚間 上海中心氣象台發布時尚首個冰雹橙色嚴重預警 預計未來3小時內該市西部和南部地區 將會出現冰雹天氣 不過當天上海人民廣場的最高氣溫達到了攝氏31.2度 4月24號下午三名北韓逃兵越過中朝邊界 進入到中國吉林河龍市龍城鎮殺害三名中國村民後逃走 但龍城鎮派出所這班人員卻稱不知道有此事 4月28號中共網信辦發布了所謂約談十條的新規定 舉了需要約談的九項內容 包括未及時處理互聯網投訴 舉報情結嚴重等 有分析指出其實約談十條仍然是中共要加強對於網絡的監控和管制 新團隊的電視 正比報道